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流球哥哥 那今天呢又是和我们小朋友见面的时间了 那这边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学期呢 所有的小主播呢又已经正式的开课了 那继上个学期呢 他们学习了很多主持的一些技巧 尝试了很多的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将会让所有的小主播来体验一下 到底主持哪一档节目比较适合他们的呢 那其实呢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调查 有些孩子说我喜欢吃 所以我想做美食节目 那有些小朋友觉得说 我特别喜欢体育 所以呢我想做体育类的游戏类的节目 还有一些小朋友都说我想做新闻主播 所以呢在这个学期啊 六球哥和我们两位老师呢 都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去看一下华语电视小主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到底要给大家带来 怎样不一样的有趣的生活呢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伊萨贝拉 接下来我呢告诉大家呢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什么主播 我特别想当一名美食主播 我想当一名美食主播呢 是因为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各种好吃的 而且我听说美食主播很受欢迎 每一次在网上听到美食主播的时候 然后我都是勇于的尝一尝怎么做 我首先拿着一个大碗 可是总是被了我被我妈妈挨骂 是因为我总是把厨房梦里乱七八糟的 我最喜欢的美食主播呢是宝儿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简单的smoothie 首先你要拿这一个炸汁器 里面要放一点草莓 要放点香蕉 还要放点牛奶 再放点冰块 再放在打出去里面让它打 打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品尝美味的smoothie了 你还可以放一点奶油上去 小朋友们你们想当一名什么主播呢 谢谢大家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伊萨贝拉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 既简单又美味的早餐 它呢就是松饼 接下来我就告诉他们怎么做松饼吧 首先呢要准备 一百二十五颗的低筋面粉 还有一百二十五颗的牛奶 然后白砂糖呢要准备三十五颗 要两个鸡蛋 盐呢就一丢丢很少的盐 首先呢把低筋面粉加入两个蛋黄 记得蛋清和蛋黄要分开哟 我现在已经把它给分开了 之后呢再加入牛奶 再加入白砂糖 记得是记得是二十五颗的白砂糖 它加上点一丢丢的盐 记得要一丢丢 好了 现在来进去搅拌吧 好了 好了 接下来这个蛋清呢 接下来我把白砂糖倒入蛋清中 我再放放一点点醋 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用打蛋清 把它把它打发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州阿洋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 我想当什么样的主播 我想当个美食主播 还有介绍video games的主播 我想当个美食主播 所以每天都可以吃 好好吃的东西 像纸杯蛋糕 然后呢我也可以跟你们讲 如果它好吃还是不好吃 我想当一个video game主播 是因为我知道很多video games 然后呢 no matter哪一个video game 我都喜欢 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 一个叫Genshin Impact 它挺好玩的 所以它有点像 它就 你就需要fight一些怪兽 你就可以level up 拿到很多的skins 像 Amber呀 那些 我觉得挺好玩的 小朋友们 你们想当个美食主播吗 快来告诉我 我是安州阿洋 下次再见吧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下主播安州阿洋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叫Minecraft 我的世界 快点来看看 这个游戏很好玩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可以打你自己的一个房子 现在我在打一个花店 你们应该看不出来吧 很好玩 你就可以再点这三个点点 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拿这个bridgewood plank 放在上面 然后呢 再放一些 然后呢 上来 你就有一个O了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什么都可以弄 是你的世界 记得哟 你什么都可以 你什么都可以打 你也可以打一个大大的房子 也可以打个城堡呀 那些河呀 都可以 现在我跟大家 跟大家看看 怎么做一个world像这些 第一 你进到游戏里会像这样子 你要点play create new 点上面的那一个 现在这儿都是你的选择了 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所以是你自己的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选 packs呀那些都可以 最后你可以选你的world的名字 像我要叫它 Angela's world 这个就是怎么玩我的世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我是Angel 我的中文名字叫中文博 但是我更喜欢大家叫我Angel 我今年11岁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淡紫色 我的爱好有跳舞画画和表演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和我 我三岁来到美国 四岁的时候 爸爸发现我不喜欢说中文了 所以爸爸立刻给我报了一个中文学校 还给我定了一个规则 就是在家里必须要说中文 爸爸还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必须要会说中文 我从五岁开始 每年都会参加朗诵演讲和背诵比赛 而且每次都会拿到不同名册的奖杯 妈妈告诉我你参加的每一个比赛 都对你以后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每次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平时很喜欢做饭 当我在网上看到美食小视频时 我都忍不住的想去尝试一下 一边做一边拍小视频 虽然有时会把厨房种的乱七八糟的 但是妈妈还是很支持我 有一天我想 要是能当一名美食主播该多好啊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美食 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让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 我也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 实现做主播的梦想 小朋友们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Angel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Angel 今天我要教你们怎么做一个 大家都喜欢吃的蛋糖 你需要的材料有 牛奶 白砂糖 淡奶油 四个鸡蛋黄 炼乳 然后就有蛋耙皮 我们先要把这些材料都和在一起 我们先把这些材料都和在一起 让所有的材料都融化掉 然后我们倒在这个杯子里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里的液体就是 蛋糖液体就是蛋糖液体就是蛋糖液体 倒进蛋糖皮里面 要慢慢的倒哦 倒完后慢慢的放进口 空气炸锅里 我们要烤 13分钟 360度 开始吧 现在我们就要等我们的蛋糖好哟 哇 蛋糖看起来好美味哦 我们来尝一尝吧 来个小手刺 嗯 好好吃哦 要是你们想尝试一下的话 你们也可以做一做看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Ostin 我在那时候想当一个Twitch streamer 或者一个YouTuber 因为我想 喜欢 entertain people 因为想当一个YouTuber 因为我可以赚很多钱 through sponsors 我可以跟有名的人一起玩像 像一个Twitch streamer Ninja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玩Game吗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杜川润 我今年九岁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 绿色和蓝色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 拉面和甜甜圈 我也很喜欢 玩玩电动 我也 很喜欢跟我的朋友们 玩游戏 讲到玩游戏 我以后要当一个游戏主播 然后分享我喜欢的游戏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台小主播的 Elin刘 我中文名字是刘怡红 可是爸爸妈妈都叫我Elin 因为他们叫我刘怡红的话 我就会说 诶 你在叫谁呢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 白色 黑色和淡黄色 我喜欢这些颜色 因为白色是我学校的一个颜色 黑色也是我学校的一个颜色 然后淡黄色 我觉得特别漂亮 我长大想当一个电影主播 我想当电影主播 因为妈妈觉得我看书太多了 让我休息一会儿 因为书上的字特别小 所以我的眼睛都快瞎了 我想当一个电影主播 因为书上的那些东西 都讲得特别特别的简单 比如说哈利波特 把魔法当成特别简单话 所以读的人读一读 就会觉得啊 好 然后就发动下一页 可是电影的话 他们会看啊 那些魔法是从哪来的 或者是啊 它怎么飞过去的 那有些人 就是把后背上拴到绳子 所以别人点它们的时候 它就会往上飞 然后降落在地上 然后魔法 因为魔法不是一个真正的东西 那后台的人 必须得加那些魔法 我就觉得特别酷 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 你觉得当一个电影主播 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华尔语电视台 小主播的 以令刘 我的中文名字是 刘一红 可是大家都叫我以令 今天 我给你介绍一本书 它叫 Girl Giant and the Monkey King Girl Giant and the Monkey King 是玩黄鞋的 它在Vietnam Vietnam长大的 它是个Vietnamese的人 它 这个是它最大的一本书 这个书之前 它写过五本书 可是没有这个有名 这个书里头的主持主人 是这个女的 她叫Thom Thom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小女孩 不是那种啊 这个数学题我会算 或者是我会飞 或者是我突然间会变美 她有个很特别的一个魔法 她特别特别的 特别的有力气 她不像直接拿一个五磅的东西 给它举起来 可是厉害的东西是 她能毫无费力的 把一个桌子举起来 用一个手在那坐着吃东西 她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她伤过好多的她的朋友 就是因为她这个力气 比如说她跟别人 趴一下手 别人就会倒到地上 她特别不喜欢 突然间有一天 她不小心把孙悟空 给来到这个世界里了 孙悟空说 啊 你不喜欢这个吗 那这样的 要是你帮我找回来我的棍子 那我就会把这个给你拿走 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她的棍子 一直在找她的棍子 那他们找到了吗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哦 我让你自己看这个书 自己发现 到底有没有找到棍子 我特别喜欢这个书 因为这是学校给我们要求 要求读的 这个书 我还见过它的桌子 玩晃 我们的老师把他请到咱们的学校 来给我们讲 为什么他写了这个书 我们因为 那个作者 要写第二本书 那我们可以 把第二本书的有一个人 给他取一个名字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 我特别喜欢这个书 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很多魔法和漂亮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这后面有个恐龙 这个恐龙我特别喜欢 或者是这个书里有一个照片 我给你找出来 这下面的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每一个有魔法的动物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看 谢谢大家听我介绍 The Girl Giant and Monkey King 希望你们看这个书 然后自己发现 到底有没有走到它的魔法报 拜拜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我是刘友琼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两位小主播 Angela和Isabella 带来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 最近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哪些事情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Isabella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正来扬 小朋友们 如果有一天你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该怎么办呀 那我一定会大喊大叫的妈妈和爸爸呀 其实我小时候体验过这个经历 可是最后用了广播 找到了妈妈和爸爸 真是吓死我了 那肯定是你不乖 担心阿姨没有跟着好妈妈 是啊 是啊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我 每次出门要跟妈妈和爸爸在一起 其实最近太后胡的一只小熊走丢了 我相信他妈妈吓死了 那是一只六个月大的幼熊 离开了眼神保护中心 希望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小熊也可以回到熊妈妈的身边 那一定可以的 据悉 却在本周早些时候 年仅六个月大的幼熊 塔玛拉克逃离了太后湖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透露 这只年仅六个月大的熊仔 先前生活在山林地带 然而 因受塔玛拉克大火影响 幼熊不仅失去了栖息地 并且在他的两只前爪也不幸受伤 目前 包括地区执法部门和野生动物保护部在内 当地多个相关机构正全力追踪该只幼熊的下落 工作人员透露 该只幼熊习惯在夜晚出行 所以居民不太可能会在白天发现他的行踪 并且机构警告 地区居民千万不要擅自接近或触摸该只幼熊 如有目击者 还请尽快联系有关部门 请 permitir to help us know if you see him 请不要离开他 如果你想要他见 him 希望他不会害怕 今天小主播新闻周报播报完毕 想加入我们呢 拨打电话626-321-2372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再见 好了 节目到这边要结尾了 再次告诉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每周五的下午4点30分 在我们的SinoTV44.2 每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 在我们的AM1300 还有我们自己的频道 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搜索SinoTVLA就可以了 同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牛电视APP 反正什么渠道都有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一键三连点关注哦 好了我是六六球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